上舞台是需要勇气的 无论是站在那儿的当事人 主持人还有我们所有的嘉宾 我们都是有勇气的 如果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不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或者自己的品德也不怎么样 我是不好意思坐在这里的 而作为当事人站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你知错 你到这儿来是抱着诚挚的态度的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站在这儿 反而没有一点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佩服你的勇气 上个星期有一个朋友 儿子在深圳 也是跟深圳的一个女朋友 谈得特别好 后来呢他母亲也挺反对 但他母亲并没有阻止他 而是给他在自己的家乡 找了一份好的工作 第二天他儿子就回来了 然后他母亲问 你跟他分手了吗 他说我没跟他说 就回来 然后他母亲就跟我说 他回来了固然是好 但我怎么突然觉得我这个儿子 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家伙 我突然瞬间我那么看不起我的儿子 是个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你母亲怎么想你 我觉得大部分父母遇上这样的情况 是不应该去干涉的 让你自由地做选择 但是一旦看见你脚台两只船 父母是一定要干涉的 父母可以反对你与他之间的感情 但绝对不能允许你做出不道德的事情 如果要让父母选 宁愿让你跟他在一起 也不要你脚踏两只船 这应该是做人的原则 所以你一定要认知清楚 爱情一定是忠诚而排他的 你的真心只能给一个人 当你跟另外一个女人 没有所谓的爱人关系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接受别人一万块钱的资助的 你凭什么呢 朋友 你自己内心清楚 朋友这两个字眼 到底有几分重量在你的心里 听见没有 你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自己要把自尊扔掉 你还怪谁呢 很多东西是自己捡回来 别的没什么话好说了 就这样吧 一会儿坦诚一点吧 好吗 你说我把自己丢掉的东西捡回来就好 今天还挺好 今天算是一个重新审视嘛 对吧 老师帮你审视一下你自己 老师也帮你审视一下你 审视完了以后还可以重新开始 不要再错下去就好了 好了 下面的时间就留给他们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 其实我觉得我是喜欢你的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父母的原因 他们影响我做的选择 我觉得我也是 有点太没有主价的 没有自己的意思 我真的希望你留下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咱们俩这段感情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了吗 还没醒呢 好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请关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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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